为什么中国公路总要不断修补 而日本的路面却常言如新 背后原因曝光 让人意想不到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有一句深入人心的口号 要致富 先修路 交通通达是一个地区经济得以交互与发展的前提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四通八达的交通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越来越多的城市道路 有原先的水泥路 被替换成为了现在的沥青路 于是有的人就产生了疑惑 为什么同样是沥青道路 日本的公路就能年年如新 有黑发亮 我们自己的公路 不仅颜色惨白 还有各种各样的古丁呢 难道中国的沥青路比不上日本的吗 在日本 无论是城镇公路 乡村公路还是高速公路 放眼望去都是青衣色黑幽幽的沥青路 黑色的路面加上洁白的路标 每条道路都像新的一样 据统计 日本国内沥青道路的覆盖率已经超过了90% 反观国内 似乎公路就略显穷酸了 有的地方是沥青路 有的地方是水泥路 随处可见的还有大大小小的伤疤 为什么日本的沥青路都这么新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或许首先应该了解一下日本修筑公路的历史 1878年日本开始使用沥青铺路 随后的1911至1914年之间 日本开始大规模铺设沥青道路 引发起了东京道路改造工程 这一时期 日本的沥青主要来自于国产天然沥青 产量少至量差 这导致很长一段时间 日本的沥青道路铺设略显小打小闹 直到进口的特利尼达湖沥沥青和石油沥青的输入 才为后来的道路铺设打下了基础 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 日本公路覆盖率很低 毕竟打仗去了嘛 哪里来的钱给本国搞基建 来自195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当年日本的公路里程仅为2万公里 这个数据今天已经超过了40万公里 可以说 日本的公路几乎都是在战后修建起来的 1950年 日本路线首次引进了美国沥青协会铺设道路的规范 形成了本国的沥青铺装纲要 同时 日本的气候类似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 是典型的季风气候 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沥青道路 在日本的高适应度 目前日本98.9%的道路是由沥青铺旧 日本国土面积不足38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中国一个省的面积 小规小但是气温还是比较多样的 毕竟横跨压热带 蚊带 甚至还接近寒带 因此 照搬了美国的沥青铺装标准后 日本还是根据地区情况的差异 制定出了一套是以本国的提纲 其实 日本道路干净整洁的历史 也不过几十年而已 但有一说一 有着亚洲眷王支撑的日本国 搞这些小发明创造还是有一套的 他们沥青铺设的技术 得确有值得咱们借鉴的地方 从感官上来讲 日本的沥青公路确实显得更新一些 它的沥青公路覆盖率 也的确堪称世界第一 但是 对于国家来讲 并不是沥青公路修得多就是好 沥青公路虽然有透水性好 韧度好低噪音等一系列优点 但是它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寿命短 所以用日本的沥青路覆盖率来和中国比较 从而推断出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是毫无逻辑的 中国公路显得更老旧 创伤更多也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1988年中国兴建了国内第一条高速公路 虎加高速 就是采用沥青建造 但是此后 由于沥青产量低造价高 许多公路都选用的水泥混凝土建设了 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经济迎来报复是发展 要致富 先修路的耗子想着神州大地 但是 在1990年至1994年这五年间 道路沥青的产量仅为每年200万吨 连如今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而仅在1994年一年 历经每吨价格就从600元 涨到了近1200元 生产建设不能等啊 于是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选用造价更低的水泥混凝土 先把四通八达的交通修筑起来 同时 为了鼓励水泥混凝土公路的铺设 当时交通部还下发了文件 大力推广水泥混凝土路面 每公里补贴6万元 一时间 全国各地都铺装上了白花花的水泥混凝土路面 四川境内的第一条高速公路 成鱼高速 就是由水泥混凝土铺就的 在此后的20多年间 中国都保持着高度发展的态势 曾经的水泥公路 承载了大货车一遍一遍地碾压 遭受了自然灾害一波一波的侵袭 它们出现了裂纹 发生了断裂 为了让它们得以被沿用 裂纹上出现了一道道猙獰的厉青伤疤 可看似丑陋的伤疤背后 承载的何尝不是中国崛起的神话呢 时至今日 兴建的公路主要以厉青为主了 当然厉青材质的价格依然比水泥高许多 并且其需要用到的厉青摊扑基价格 也比水泥设备贵得多 但总体来说 厉青道路的施工 养护更为方便 中国道路普世技术 或许跟现在的日本还存在一些差距 但是中国目前的公路总里程 已经超过了513.57万公里 这么多可以实践的道路 和筹力清布装技术不能达到世界第一 其实 把中日路况相比较 本身就是一件没有逻辑的事情 因为国情不同 适应的路面就不同 就算作为世界头好强国的美国 厉青铺设率也仅为63%而已 由此可见 这项数据并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强弱 至于为什么日本的厉青道路 铺装率高达98.9% 正是说明其国情适应厉青道路的铺设 一方面 日本有钱买得起进口厉青 另一方面 厉青路面好铺设 好维护也是日本执着于厉青公路的原因之一 目前中国九成以上的新部社道路均为厉青道路 厉青道路在现有公路的占比超过五成 当然 这也不能说明水泥道路就一无是处了 至少 水泥混凝土公路在很长一段时间 在交通运输的层面 拖起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崛起 可以说 从材料特性上 无论是厉青还是水泥混凝土 都有其自身的优缺点 只是 从现代经济发展 重视效率的追求上看 厉青公路是目前看来更正确的选择 以高速公路堵车为例 广东省交通部门曾经算过一笔账 省内堵车一小时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190万元 损失来源包括但不限于人力成本 时间成本 货运成本 尾气污染成本等 如果是水泥道路的维修和养护 造成的交通堵塞或者单边放行 引发的道路堵塞都远远不止一个小时 毕竟水泥混凝土道路的铺设不仅有水泥震倒这个步骤 加上后期等待路面硬化的时间 一个月都不止了 更别说 在维护水泥路面的时候 还存在复原路面的步骤 工程量的确是大的惊人 其实 简单总结一下 如果一个国家气候适宜 鲜少发生自然灾害 比如美国 修建水泥混凝土公路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毕竟水泥路耐久性更好 但是对于饱受地震侵袭的日本来讲 还是选历青的好 尽管日本的历青道路铺装历史遭遇我们三十余年 也的却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但是 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照搬照他国的道路铺设荡漾 毕竟诸日两国有着完全不同的国情与地貌 此外 中国历青还有日本方面没有的优势 自立度 目前中国的石油历青生产几乎全部自给自足 甚至长期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 历青消费的增量是完全由建设需求拉动的 中国生产的石油历青有八成以上备用座道路历青使用 日本的现代公路建设起源于1955年 中国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建设于1988年 中间横跟着33年的差距呢 目前 中国的道路建设早就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甚至洗涤了基建狂魔的称呼 双方的差距也在以若言可见的速度减少 所以 是中国的历青路比不上日本的吗 答案相信大家已经乐然于胸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 我们也正在加大高速公路建设的投入力度 许多偏远地区已经实现了高速公路覆盖 不仅如此 在设计理念上 我们也更加注重环保 适应周边环境 有专家预测 到本世纪中 中国高速公路总理程将达到100万公里 到那个时候 中国基本上就能实现广泛连接 这也将进一步改善中国基础设施条件 使各地区更加紧密连接在一起 公路对一个大国来说 不仅关系到经济发展 也关系到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但是公路建设也需要大量投入 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我们不能简单判断哪种做法更先进 而应该考虑到各自的国情 在国家飞速发展的今天 不仅是历清道路 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 凭借吃苦耐劳的精神和热爱祖国的情操 早已创造出一项又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 致敬劳动者 致敬创造中国奇迹的我们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